白天是精彩有趣的街头艺人表演 而晚上呢 则是隔壁的佐西乡 乡长吕碧贤呢 就是带大家一起来聆听 乡内十八个教会的十个饗宴 寒冷的夜晚 佐西乡圣诞节 岁末联欢会 除了乡公所员工组成的散心海和唱团之外 类自向内各教会堂口的教友们 轮番上台传唱诗歌 因着自己的信仰 赞颂人子耶稣降生的平安与喜乐 与众人分享天主爱的力量 赞颂人子耶稣降生的平安与喜乐 不仅传承信仰也透过教会系统传承自己的族语文化 是一场诗歌响宴的同时 更彰显了活用族语与传承的成果 赞颂人子耶稣降生的平安与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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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阁族赛德克道赛基督达的传统文化 也有将近七成人口皆为基督徒 圣诞节也成为了乡内族人最重要的节庆之一 也为虔诚基督徒的乡长吕碧贤 一上任就推办圣诞节诗歌展演 八年下来也逐渐形成乡内强大的凝聚力 八年了 从第一任的第一年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几乎都不晓得要怎么样 把诗歌唱得非常好听 而且我们的舞台也从最小 慢慢慢慢地变成国际舞台 然后我们的奖金也慢慢慢慢 跟着水准提高了 那今天我们可以展现的就是 每一个教会的老师 都经过了八年这样的一个历练以后 都知道要怎么样训练 要怎么样把歌曲全市的怀场得很棒 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于是一个享受的 一个夜晚的约会 每一年的岁末联欢会在 每一年的岁末联欢会在诗歌展演后 众所期待的就是摩采活动 这一次乡公所以及县政府也准备了上百个名额的奖项 从电锅冰箱洗衣机八百到一万元不等的礼券 电动机车等等日常生活用品 让中奖的民众开心 而没中奖的民众现场也有参加奖带回家 记者十一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记者十一玉兰卓西采访报道